上期前我们有讲过 没有NAS只在电脑主机上 开启网络共享服务 给支持局域网共享的播放器提供支持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覆盖面广 因为有电脑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 就是电脑需要保持开机状态 这样无形中有增加的电耗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 也是非常易用好上手的方法 在路由器上开启共享 大家好,我是小鹏 路由器可以说是目前比电脑更加普及率高的产品了 现在很多人家里没有电脑 但至少有一台提供无线网络的路由器 那么在一台几乎是24小时工作的路由器上 开启文件的网络共享就非常方便了 本次我使用的是华硕路由器 它的USB口我插了一个U盘 当然其他品牌都是大同小异 只要你这个路由器有USB口支持网络共享的功能都可以 好的,我们来到了华硕路由器的后台 在左边栏进入到USB相关应用 选择服务器中心 那么第一栏的媒体服务器 UPNP它是默认开启的 最下面还可以手动设置指定的共享文件家 在播放器比如Infuse里面是可以自动被识别的 你无需任何的设置 当然如果你平时看的片子有一定要求 比如喜欢看圆盘的话 UPNP这种方式并不支持 所以我更加推荐大家使用旁边的SMB协议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自己的U盘 并设置好具体的权限 一般默认为可读写 你也可以在这里重命名或者是新建文件夹 当然如果家里就你自己在使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上面的允许访客登录的功能打开 这样的话在家里内网范围内任何设备 都可以无需你的路由器账号和密码取得连接 可以看到如果你的路由器支持USB开启网络共享服务 基本上无需什么设置 你的播放器比如Infuse都可以自动识别并添加它 当然如果你的播放器比如Cody或者是其他 比如Nova这种安卓类的 无法自动识别它的话 一样可以通过下面的手动添加SMB方式 输入你的路由器后台管理的IP地址就可以了 如果开启了访客登录模式的话 这里也无需账号和密码非常简单 另外和电脑不一样的地方 是你还需要在电脑中把该USB共享的文件夹 添加到日常访问的目录中 这样方便你将下载好的文件放进去 或者是管理里面的内容 OK 我们先来看看Mac 如果是Mac的话呢 右键点击仿达 选择连接服务器 在服务器地址里面填入你的路由器后台IP地址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默认前面已经开启了访客登录模式 所以无需路由器的后台账号和密码 否则的话呢 请按要求停写 完成以后 你仿达左边栏 位置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的路由器USB共享文件夹了 无论你是新增还是删除都可以操作 非常好也很简单 那么Windows PC的话呢也很方便 在网络这里会自动发现内网的共享设备 在计算机这里就能进入 为了日常的方便呢 你也可以右键选择把它固定到快速访问 这样以后呢就一键直接进入 OK 今天的内容非常的浅显易懂 很适合不喜欢折腾的朋友 不买MAS也不用老是开着电脑 在路由器上就能实现轻度的文件共享 从此看片更加便利 OK 我是小宝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